附图是动物细胞跟植物细胞的示意图 然后下列合者正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细胞 它们有一些构造是共有的 有一个构造丁 是只有植物细胞才有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甲 两个都有 然后看起来很大 OK 这个是细胞核 甲是细胞核 那乙呢 它是在空旷的地方 这应该是细胞值 好 再来丙 这个两个都有 那这个东西看起来 这个形状跟课本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猜一下 应该是立腺体 最后植物特有的构造 动物没有 丁是植物才有 动物没有 那这图算看起来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猜一下 这应该是叶绿体 所以甲乙丙丁分别是细胞核 细胞质 立腺体 以及叶绿体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何者正确 甲含有能够控制 是遗传性状的物质 我们知道细胞核里面具有遗传物质DNA 那遗传物质可以控制我们的性状 所以答案 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OK 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那遗传物质DNA就是控制我们比方说有没有美人肩啊耳垂分离或者是紧贴啊或者控制你的血型啊这些都是有DNA来控制的所以它说能够控制遗传性状 没错没错 OK 好 第二个选项 它说细胞质可以控制细胞内外物质进出不对 物质进出是细胞膜的功能 细胞质应该是化学反应进行的场所 这个是很多人比较无法理解不是在立腺体或者在那个叶绿体里面进行吗 其实立腺体跟叶绿体它其实都漂浮在细胞质里面 所以我们说化学反应都在细胞质里面进行这样子 好 再来 丙 丙是立腺体 应该不会行光合作用 因为这个动物没有行光合作用的能力 OK 所以这个立腺体它是分解葡萄糖产生能量 好 最后 最后丁这个选项它是叶绿体吗 叶绿体应该是借由光能产生葡萄糖 它写相反的 应该是反过来 利用光能产生葡萄糖才对 而不是分解葡萄糖 OK 好 这个是动植物 它们的共同点 那是细胞核里面都有控制遗传性状的物质